第321章 约定就像一说的那样 人类是个很奇怪的动物 本身应该是等价交换的事情 但是你会因为别人完成交易过于轻松 从而觉得自己在交易中吃了亏 所以 庆辰没有在这次穿越之后 立马救罗万牙 是一个正确的举措 起码现在被逼到绝路上 且亲身经历过血腥的罗万牙 心态跟之前是完全不同的 家人们哪 你们总算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 罗万牙泪流满面的 想要握住留得住的手 他的泪水混着脸上的血往下流 看起来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可留得住眼疾手快 硬是躲开了 这会儿 留得住还心想 这会儿是有什么毛病吧 谁跟你家人们呢 赶紧下车吧 他对时间行者们说道 有什么想说的 等离开这里再说 你是谁 一名时间行者战战兢兢地问道 我是谁重要吗 留得住脸色冷了下来 你们只需要知道 我是来救你们的人就行了 然而 那些时间行者 被吓破了胆子 担心自己刚出虎穴 又入狼口 一时间缩在车里 不敢动他 只有罗万牙最机灵 不用留得住继续说什么 直接下车 躲在留得住的身旁 不仅如此 他还第一时间 用衣服遮住了面部 以免行人记住他的长相 留得住诧异地看着他 你还挺聪明的 都不用我提醒 罗万牙尴尬笑道 手输二 以前他还没有成功上岸前 近派出所 那是家常便饭 为了不被记者拍照什么的 都是下意识遮挡面部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正是第四区 最热闹的时候 十字路口处 留得住已经看到 很多人在对他们吹口哨了 要知道 表世界行属路 出现狙击枪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抱头鼠窜 而在这里世界第四区 大家发现有狙击手后 第一反应 竟然是对着留得住他们 竖大拇指 吹口哨 牛屁啊兄弟 你们社团里面 竟然还有狙击手 你们哪个社团的 还收人吗 留得住 这些第四区 唯恐天下不乱的社会闲散人员 对于民间狙击手的敬畏 就像是墨西哥 贫民库帮派分子 对GTR的膜拜一样 当然 这些混在第四区的人 不是不怕死 只是他们过惯了 朝不保夕的日子 在第四区招工 发薪水 是不能按月发的 你一口气发一个月的薪水 他们三天就花完了 这些钱可能是用来买新衣服 新手机 新的机械肢体组件 也有可能是去寻花问流 把钱都捐给那些 需要帮助的小姐姐 然后 剩下的27天里 他们只能借钱度日 或者去抢劫 所以 第四区所有营业场所发的 都是日新 享乐与快乐在这些人眼里 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他们 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就会死去 他们从来没有存钱的习惯 每个人都是银行征信的黑名单 此时 眼瞅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留得住在蓝牙尔基里说道 老板 剩下的人还管不管 庆辰在蓝牙尔基里平静说道 不管了 容他们自生自灭吧 天真 你把车开过去 小牛你自行撤离 说话间 张天真一踩油门 便冲到了留得住身边 留得住提着罗万牙 便往车上走去 其他人 不想死的 就跟着上来 我们不等了 最终 除罗万牙以外 还有两名时间行者 仓促间上了车 与罗万牙一同挤在车子后排 还有四人并未跟着留得住走 他们跳下商务车后 自行往路口的围观人群中跑去 张天真冷着面孔 从后是静里看着他们跑远 心说愚蠢的人 连想救都救不了 现在 该做的都做了 白昼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 却见那四人下意识 往人多的地方跑去 可是等待他们的 并不是自由 那些围观的社会闲散人员 竟是将他们一口气 全都抓住 对于这些人来说 既然有人争夺 那就一定存在着某种价值 说不定可以用来卖钱 罗万牙在车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他想看看 那位白昼的老板 会不会开枪惊散人群 再次就一下子 四位表示界的同胞 但是没有 罗万牙最终也没听到枪声 他松了口气 张天真再次踩下油门 驶向远方 车里 后排坐着的另外两名时间行者 被中间的罗万牙快急死了 他们甚至感觉有些喘不上起来 一人挣扎着 看向前排的刘德柱与张天真 好奇地朝罗万牙问道 这两位是谁啊 罗万牙解释道 来救咱们的英雄啊 家人们 不过 大家别多问了 不该问的不要问 我也不能回答 两名时间行者还晕晕乎乎的 若不是身子被罗万牙挤得动弹不得 说不定还会轻微地颤抖 他们看向刘德柱和张天真 谢谢两位了 现在是要带我们去哪里 会给我们自由吗 刘德柱与张天真都没回答 也没必要回答 然而这时 却听罗万牙说道 两位家人不要担心 你们信不过别人 还信不过这位家人吗 这里世界有多危险 你们也看到了 现在咱们最需要做的 就是在英雄们的庇护下 好好听话就行了 两名时间行者眼眶红红地说道 行 庆辰听着这些对话 心说 不是神代和路导的人 在给这些时间行者洗脑吗 怎么搞得好像是 罗万牙在负责这个事情似的 连家人们都喊上了 蓝牙尔基里 庆辰总结道 这一次 留得住表现得不错 很快就帮我 定位了所有歹徒的位置 但后续表现需要提升 当你发现其他时间行者 犹豫的时候 不用问我 直接拎走罗万牙就行了 这种情况下 不能有任何犹豫 留得住惭愧道 对不起老板 不用说对不起 这是白昼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协同作战 已经不错了 庆辰说道 天真 你问罗万牙 是否有得到什么重要信息 还没等庆辰说完 对蓝牙尔基里说话内容 一无所知的罗万牙 已经像竹筒倒豆子似的 主动说道 我得到了两个有用信息 那些人近期 肯定要在表世界动手了 我做出这个推论 是有原因的 是对方目前急需资金 而且要求我们这次回归 就立马送去王城大桥底下 到时候 会有人在那里接手 这种转移资金的做法 其实非常冒险 所以我猜 他们是没时间 用更安全的方式了 罗万牙喘了口气 继续说道 第二个有用的信息是 我在给他们反向洗脑的时候 有一名看管者透露过 他们撤离第四区 还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第四区要有一场恶战 他们给一个人设下了陷阱 要在今晚杀死对方 我觉得 他们今晚要杀的人 一定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无意间说道 这个人一死 李氏一定会雷霆震怒 对整个第四区 展开地毯式的搜捕 罗万牙说道 所以 他们才要离开 以免这场彻底的搜捕 会波及到我们 庆辰此时已经收起了狙击枪 正在乘坐电梯 快速下楼 他没想到 罗万牙这货 竟然用了几天时间 还真拿到了一些 有用的信息 而且 对方没有要求 任何交换条件 就把自己知道的信息 全都说了出来 天真 问他为什么主动说这些 沁尘说道 张天真看向 后视镜里的罗万牙 我们什么都没问 你怎么就全说出来了 不打算换点什么吗 罗万牙真诚地说道 您几位专程来救 我和我的家人们一命 难道这还不够吗 这时候 这位落成地头蛇 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首先白昼在理世界的能力 远比想象中还强大 其他时间行者 都找不到的线索 白昼却能提前埋伏着 仅仅这一点 就足以说明白昼的实力 其次 白昼狠手信用 说来救他就来了 并没有像之前 那些时间行者一样 拿了钱跑路 最后 白昼处理那些 不愿意上车的 时间行者的方式 很合罗万牙的性格 有能力 却不当那好人 这太难得了 但是 这都是白昼的优点 罗万牙很清楚 白昼好归好 可他愿意加入 人家还不愿意要呢 所以 他必须尽快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要让白昼明白 他是可以循环利用的 这时 罗万牙产笑道 各位救了我一命 以后就是我罗万牙的救命恩人了 不管是在理事件还是表示件 白昼只需要一句话 我罗万牙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这位落成地头蛇 一上来就把身段放到最低 只求一个加入白昼的机会 他很清楚 白昼对待成员是平和的 只要他能加入 也不至于被人当奴隶使唤 张天真透过后视镜 看着罗万牙笑了笑 想加入白昼是吗 罗总 这可不是金钱能解决的事情了 得看老板心情 别别别 罗万牙赶忙笑道 您几位怎么能叫我罗总呢 叫我小罗就行了 留得住看着罗万牙 那张沧桑的脸 顿时有些牙疼了 论无耻 白昼成员里 恐怕没一个人 是罗万牙的对手啊 这时 庆尘在蓝牙耳机里说道 先不跟他闲扯了 带去张成泽那里 问清楚另外两个时间行者的身份 有用的留下 没用的放了 罗万牙 你去哪 张天真问道 庆尘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留得住 需要我去帮忙吗 庆尘 不用 今晚的事情 你插不上手 因为 今晚的事情太危险了 按照罗万牙所说 神代与鹿岛 今晚要杀一个大人物 可到底多大的人物 才算是大人物 才能让李氏兴师动众地 彻查整个第四区 这个时间点 又有哪个李氏大人物 还在半山庄园外面呢 李长青 李氏情报机构的 新晋负责人 庆尘的第一反应 便是李长青有危险了 他知道 也只有这种级别的人物死亡 才会彻底激怒李氏 而且 也能在联邦内战爆发之前 对李氏的整个情报体系 造成重创 庆尘思索着 是谁在泄露李长青的行踪 这种陷阱 要说没有内应 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云一 刚刚被老手 剥夺了情报机构 权力的李云一 少年很清楚一点 如果有什么事情 错综复杂到 让人看不清真相 那么把利益二字套进去 足以拨开迷雾 他不确定 这件事 就是李云一勾连神代 陆导做的 但肯定有关联 庆尘给李长青打电话 但是电话里 只有滋啦啦的盲音 似乎对方的信号 已经被干扰了 庆尘越发确定 神代 陆导今晚的目标 就是李长青 有人在刻意阻断 李长青与外界的联系 他从狙击点 所在的大楼下来后 如风一般 黄奔在第四区街道上 他已经从李东泽那里 得到了关于庆文 庆中的线索 只要找到这两人 或许就能找到李长青了 虽然他和李长青 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但他不希望对方死去 此时此刻 周遭是绚烂的霓虹与光影 巨大的蓝鲸在上方游异着 壮阔中伴随着 无与伦比的压迫感 但是下一刻 令他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叫做庆中的影子候选者 在几名随从的保护下 快速逃亡着 庆中受伤了 腰腹处鲜血横流 那十多个人从庆城面前经过 把他当作路人一样看待 丝毫不知道 危险就在身边 然而庆城并没有动手 他望向庆中等人身后的方向 赫然看到 庆文与十多人快速地追赶着 也快速从庆城面前经过 影子候选者之间的厮杀 仿佛与他毫无关系似的 杀掉他们吗 庆城看着那些人的背影 又回想起那位庆室影子的沉默 这是他杀掉庆文 庆中最好的时机 庆城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形 他只需要找到一个制高点 便能轻轻松松地杀掉这两人 他倒是可以直接在长街上开枪 可那样一来庆文身边的护道者 恐怕会立马掉头来杀他 若论近距离战斗 庆城此时依然只有逃命的范 还不一定逃得掉 可是 李长青呢 庆城并没有看到李长青 少年站在长街上 默默地看着那绚烂的霓虹 与浮华的城市 杀人 为影子之争扫平两个障碍 还是就一个自己刚刚认识不到一个月的人 但那几个小时以前 才刚刚给对方说过 他们现在是朋友了 庆城想象着对方爬上屋顶 将无心铜铃记在眼角上的模样 每当他想起 对方竟然还非常细心地 记了个漂亮的蝴蝶结 就有点想笑 庆城回想起 对方在秋叶别院的小屋里 像是一个期待礼物的小姑娘似的 伸出小拇指 希望以这种幼稚的方式达成一个约定 让庆城带他以普通人的身份 在城市里偷偷玩一次 这种约定啊 其实并没有什么效力 可约定就是约定 庆城平静说道 一 帮我找一下李长青现在在哪里 要做交易吗 你得帮我做一件事情 一问道 好 庆城说道 你都还没问是什么事情呢 一一获道 我都答应 庆城说道 红灯区左转 距离目标5102米 少年在长街上 骤然调转方向 浑身上下都爆发出无匹的血性 庆城飞驰在长街上 与无数正准备狂欢的人群擦肩而过 以后的事情 他管不了那么多 但是李长青今晚不能死 第四驱 李长青的车队 正快速穿过街区 道路上 所有车辆看到这些车身上的 祥云标志 纷纷让行 李长青此时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他坐在车队最中间的防弹车后排 默默看向手中叶金板 已经确定 庆文和庆中发生冲突的时候 神代同物现身了 李长青问道 是的 我调取了线人的机械眼数据 确实是神代同物无物 老九说道 我一开始也有点奇怪 找了他这么久都没找到 怎么会突然出现 但我专门确认后才发现 还真是他 连走路姿态 都与我记忆一模一样 线人现在跟着他吗 李长青问道 是的 老九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追踪仪器 线人的记号 现在已经停了 可能神代同物已经停止移动 嗯 李长青点了点头 联系他 问一下具体情况 另外 让特勤族赶过来 不要让神代同物再跑掉了 之前 李长青给庆程说 他是因为庆文与庆中才半夜出行 但事实上 影子候选者之间的事情 还没法让他如此重视 李长青今晚 是要把这位神代同物给揪出来 只不过 这是机密 不能告诉庆程 对了 庆文和庆中 是为什么起的冲突 李长青问道 坐在副驾驶上的老九笑着说道 咱们线人提供的情报是 庆中这段时间 喜欢上了第四区的一个舞女 每天都往第四区跑 庆市四方 作为18号城市的地头蛇 自然很容易地 就得到了这个信息 然后他们因为庆怀死亡 争夺影子之位无望 所以转头 与庆文联合 提前在舞女的住所外面设下埋伏 准备直接杀掉庆中 我还以为会有什么花样 结果还是打打杀杀 李长青轻飘飘地说道 这一代的影子候选者 橙色好像不怎么样 不过 影子之争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不到最后一刻 最凶狠的那个角色 都不会显入真容 现在是什么情况 庆中死了吗 没有 老九摇摇头 线人说 庆中身边的护道者被杀死了 而庆中正在逃亡 我派人去舞女住宿那边查看过 确实是死了超凡者 连禁忌裁判所的人都到了 禁忌裁判所 李长青愣了一下 一个C级护道者而已 那群乌鸦怎么会到得这么快 难道他们预知到 还有更高级别的超凡者要死亡 第322章 长街还有如神明般的狙击手 在所有人概念里 禁忌裁判所 是一种很诡异且神秘的存在 对方似乎总能预知到超凡者的死亡 然后上门进行收容 他们能大致判断 将要死亡的超凡者级别 以及方位 不过 他们也不知道将要死亡的是谁 每次当他们出现时 人们就知道 有超凡者要死了 这些人披着苦行僧般的黑色麻布披风 像是一群石斧的乌鸦 通常 禁忌裁判所会将超凡者死亡事件定为 1、2、3级 C级、D级、E级、F级 超凡者死亡 统一为三级事件 属于低优先级事件 可以等等再处理 B级、A级超凡者死亡 统一为二级事件 属于高优先级事件 这两个级别的超凡者死亡 如果处理不及时 就会形成禁忌之地 所以要立刻处理 S级超凡者死亡对应E级事件 是禁忌裁判所成员 不论在何时何地 哪怕需要牺牲一切 也要赶到现场 所以 李长青觉得 今晚禁忌裁判所来得太快了 如果只是影子候选者之间的战斗 那群预知死亡的乌鸦 不该来得这么快 除非 对方已经预见到 今晚还会有更高级别的超凡者生死 李长青看向窗外 车辆已经驶入第四区的 低建筑物区域 这里是第四区最著名的红灯区 路边的舞女 在橱窗里搔手弄姿着 还有五男混杂在其中 多元化地满足客户所有需求 李长青看了一眼 自己手里的液晶板 那上面的画面 一直处在刷新状态 信号极弱 在18号城市里 不应该有WiFi 覆盖信号这么弱的地方 他默默地看着 这座城市里的景色 忽然叹了口气 不知道现在停车还来不来得及 老九愣了一下 怎么了老板 话音刚落 车队最前方的车辆骤然停止 以至于后方的车辆 也必须踩下刹车 车队杀得太突然了 最前方的车里也没人预警 轰然几声 前方车队接连碰撞在一起 相继追尾 老板坐完 就在此时 开车的小鹰忽然咬牙 转动方向盘 李长青所做的车辆 在千军一发之际 竟以极限的车距甩尾出去 整辆车犹如在冰面旋转似的 从正在相互碰撞的车队中 脱离而出 正是这关键的车技 才让防弹车 避免被卡死在相撞的车队之中 不然的话 他们车子被卡在那里 就彻底失去了机动能力 就像是被泥沼困住的猎物 老九见小鹰的车技 便是眼睛一亮 可以啊 小鹰 小鹰并未答话 他紧紧地抿着嘴唇 眼睛视而看向后视镜 视而看向前方道路 当车身旋转时 某一刻 他重重将油门踩下 只见车子的四条轮胎 在地面快速摩擦着 翻滚起巨大的白色烟尘 刺耳的轮胎抓地声响起 小鹰硬生生用车子的扭力 将正在偏转的车身稳住 下一刻 防弹车犹如迸发的火箭一般 朝他们来时的路行驶出去 他知道 这一定是敌人设好的埋伏地点 若是车子停在这里 就全完了 不要管车队里的其他车辆 也不要管什么特勤组的其他人 是死是活 他现在的任务 就是将李长青带出去 当防弹车开始逃亡 道路两旁竟是同时驶出 五六辆越野车 紧随其后 小鹰问道 老板 咱们现在去哪 李长青摇摇头 对方准备得很充分 恐怕我们哪也去不了 啊 小鹰愣了一下 他打了一把方向盘 想要将车子驶上主路 不过这次也是多亏你了 李长青笑道 刚刚那个地方 一定有很多携带热武器的杀手埋伏 现在就不一定了 小鹰看向前方 果然如李长青所料 他们迎面也有越野车 轰鸣着越来越近 像是不要命式地冲撞上来 狭窄的双车道 必无可避 天窗打开 李长青冷静道 老九急了 老板 您就待在车里 这车是防弹的 李长青笑了笑 敢在这里埋伏我的人 自然也知道我的车是防弹的 开窗吧 李氏情报机构的新进化世人 怎么能像胆小鬼一样 当缩头乌龟 你忘了吗 他们有的是对方防弹车的方法 不要憋屈地死在车里 老九愣住了 他保护李长青已经很多年了 就像是李长青身边 兢兢业业的老奴和老管家 从这位老板上大学期间 到如今执掌一方权柄 老九很清楚 李长青只有面临绝境 才会表现出这副模样 那是身为财团成员的骄傲 不能窝窝囊囊地死去 又是绝境 开窗 李长青冷声道 老九无奈地按下开窗键 防弹车车顶的天窗 缓缓打开了 轰然一声 防弹车与迎来的越野车 碰撞在一起 可就在这一瞬间 李长青竟是从天窗中一跃而出 凌厉地落在了后方 还未撞上来的越野车引擎盖上 那一坠似有千斤 越野车受到这一坠之力后 车头瞬间下陷 连轮胎都纷纷爆裂 在巨大的惯性下 车尾开始翘起 整辆车都仿佛要在空中翻滚起来似的 李长青动作未停 他只是轻轻屈膝 便又跃上了另一辆越野车的引擎盖 故技重施 仅仅五六秒钟 五辆迎面来的越野车 除了那辆与防弹车相撞的 其余军翻滚不止 车里的人 也在这恐怖的翻滚中昏迷过去 小鹰惊呆了 他这是第一次亲眼看到 这种级别的超凡者出手 那种磅礴又颠覆常识的力量 令人心惊 平日里冷静理智的李长青 这时宛如一具人形武器 女人站在长街上 看向南与北 没有追来的车辆与密集的杀手 只有八人在缓缓走来 八个人像是处在 某种默契的节奏上 连走路的步伐 都几乎一模一样 只有八人 不多 但他明白 来的人数越少 反而越危险 你们好像准备得很充分 李长青笑着问道 八人中 一名中年人笑道 长青老板隐藏得很好 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 您也是一位高手 不过 不管您是不是高手 我们都要认真对待 这样才匹配您的身份 李长青点点头 说话这么客气 应该是神代家族的人了 一股腐臭的气息 不过 选的地方不错呀 李长青由衷地称赞道 他是有经验的 所以刚刚在车上 稍微判断了一下地形 就明白 今晚禁忌裁判所 预知死亡的对象 可能就是自己 这整片区域道路狭窄 就算081位数旅赶来救援 机动部队也很难体现优势 更何况 此时李云寿 已经将081位数旅全 都调去守护半山庄园了 所以对方很清楚 这个时候半山庄园 才是李氏最在意的地方 要杀李长青 最好的机会就是今晚 神代同吴呢 李长青好奇道 我的人曾经弄瞎了 他的一只眼睛 他这么恨我 应该自己来见证 我的死亡才对 还不出来吗 长青老板说笑了 一个30岁上下的青年 站在某片建筑的阴影里笑道 被长青老板弄瞎了眼睛 是我既不如人 没什么好恨的 正相反 我对长青老板十分仰慕 神代同吴的一只眼睛 空洞如墨 他没有给自己 换上机械眼 就是要每次照镜子的时候 都提醒自己 后半生的目标是什么 这时 李长青见正主出现 竟是突然抬起手来 像是某种暗号 但是 除了那八个人的脚步声以外 长街上再无其他声音 原来如此 李长青点点头 确实是出了几只内鬼 说着 他也闪身进入了 建筑物的阴影中 以最大的可能来躲避狙击手的视角 神代同吴依旧站在阴影里 长青老板做事项来留后手 我们是知道的 如果没有点底牌 自然不敢再今晚杀你 毕竟我当初那只眼睛 就是这样丢掉的 所以 有内鬼将我埋伏在附近的狙击手点位 全都卖给你们了 李长青说道 这位内鬼不是我身边的人 因为老九 也不知道我今晚出来之前 还带了其他人 而且 他也没有全线知道特勤组的行动计划 六名狙击手 就这么没了实在有点可惜 神代同吴笑道 081位数履动不了 那么使用狙击手 就是长青老板最好的选择 反正半山庄园那边不需要狙击手 李长青继续说道 不过 除了暴露狙击手位置的人 我的车队里也还有其他内鬼 对吗 王炳虚 他看向长街的尽头 那里有一位中年人默默地躲着 直到李长青点出他的名字 这才缓缓走出来 对不起 老板 此时此刻 老九和小英已经跟着下车 守护在李长青的前后 纵使他们知道 附近可能有狙击手 也丝毫没有退缩 老九看着远处的王炳虚破口大骂 你他娘的 老板对你那么好 当年你母亲还是他救的 现在竟然背叛他 王炳虚反问 你为他挡了酒枪 不还是他身边的一条老狗 老九冷笑 那你过来试试 看你们要花多大的代价 杀掉我们三个 李长青没有再理会王炳虚 而是看向面前正在哆嗦的小英 连你都能舍生忘死地保护我 这倒是让我有些意外 小英颤抖着 啊啊 他不过是个刚刚注射第二针的 一级基因战士而已 哪想到竟然会面对这种畏惧 但他不站出来不行啊 毕竟老九都把气氛轰到这了 李长青对神代同吴笑道 我来的路上 发现自己通讯器材 全都被切断连接 还在想 是哪位黑客高手所为 后来才想明白 这种事情 哪里需要黑客啊 在我车队里安装一个屏蔽器就够了 一开始我还想不明白 带到车队第一辆车渐渐提速后 又突然故意击杀 导致后方车辆接连碰撞 我才想清楚 原来是内鬼 就在我自己车队的第一辆车里 而王炳虚就在那辆车里 神代同吴击掌笑道 往往最朴实无华的手段 才最有效 你既然抢了狙击点位 怎么不开枪 李长青平静问道 我已经感觉到 有狙击枪在瞄准我了 是没有把握吗 能够远隔600米感受到 有人瞄准自己 常青老板果然比想象中的级别更高一些 神代同吴始终站在阴影里 一步都未向前走过 只是我很好奇 您是从哪里得到的修行传承呢 据我所知 您可不是觉醒者 李长青好奇道 你们真的有把握杀死我 神代同吴笑道 如果没有这六名狙击手 还真的没把握 这世上的超凡者 只有三种 修行者 觉醒者 基因战士 基因战士到不了A级 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基因上做加法 将某些基因片段写入进去 基因战士甚至不会产生禁忌之地 觉醒者的话 不该像李长青这样 攻击手段如此纯粹 因为大部分觉醒者的能力五花八门 有些未必适合战斗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李东泽那样 拥有着暴烈的杀伤能力 只有修行者 才会有成体系的攻击手段 正如泱泱所说 觉醒者有可能是辅助或者打野 甚至是野怪 而修行者 则天生就是核心 他们为战斗而生 但是 据神代家族的调查资料里 从未显示过李长青曾拜师学艺 今年之前 大家甚至只当 她是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弱女子 直到她一掌打死了陆导家的一位高手 还从十多楼的高度 一跃而下毫发无伤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这么一位高手横空出世 却没人知道她失从何处 可正统修行组织 也就那么几个 此时此刻 远方的一栋大厦顶端 一个身披黑色亚麻布披风的女人 正站在18号城市的夜风中 高空的风呼啸着 将她身上的披风抖动起来 女人相隔三千多米 静静地注视着那条长街 神色平静 仿佛三千米的距离 根本无法阻挡她的视线 她的肩膀上 还助力着一只六眼乌鸦 咔哒一声 她身后天台的通道门被人拧开 李东泽缓缓走到她身边 三月 你来了 今晚会有A级死亡 三月严谨一概地回答 意思很简单 A级值得她跑一趟 女人脸颊瘦靴 留着一条马尾辫 脸上没有任何妆容 虽然很朴素 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李东泽看向长街 平静说道 李长青的狙击手 都被人杀掉了 就算她已经悄然晋升A级 也只能束手束脚 如你所说 她今晚确实大概率会死 李氏内部全力交替 内鬼终于忍不住跳出来了 三月与李东泽两人 看起来一个比个冷漠 仿佛世界发生什么 与他们俩没有太大关系似的 他们只是 两个夜色里的旁观者 三月想了想说道 六名狙击手 加上八名基因战士 神代与陆导联手 花了天大的代价 这是死局 李东泽说道 虽然是死局 但我觉得 死的人未必是李长青 三月看了他一眼 我也没说死的是他 李东泽笑了下 那我们还挺默契的 我先走了 结果已经注定 今晚辛苦各位了 不要让18号城市 变成禁忌之地 我虽然很想离开 但内心里 还是挺喜欢这里的 三月突然说道 那你如果某天 可能会死的话 麻烦提前通知我一下 收容A级是很麻烦的 我需要提前准备 李东泽笑了笑 好的 然而就在李东泽 走向天台中央的通道时 他竟是突然愣了一下 豁然转身 看向某片夜色 长街里 神代同屋笑道 算了 不打雅弥了 家族是大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如果有长青老板 从中做梗 恐怕会非常棘手 所以只有 请您死去了 说着 他也如刚刚李长青那般 抬起了自己的拳头 长街的南与北 八名基因战士 缓缓向中间包夹过去 那八人脚步整齐滑衣 默契无双 他们从注射基因药剂后 被选拔出来的那一刻起 所接受的一切训练 都是为了联手 越级诛杀A级高手 这八名基因战士 犹如一个整体 刹那间 八人抱起如雷霆 联手向李长青扑去 短短一瞬间 老九仿佛自杀时地冲了出去 拼命想要打破 这八人之间的某种节奏和平衡 可是 当他迎向北方四人时 一拳一脚 都像是击打在棉花里 那四人将他围做一团 身体犹如木偶似的 可以随意扭曲躲避 任由老九如何奋力 都无法将他们的节奏破坏掉 想要杀A级 光有破坏力是不够的 因为这世间 很少有人能和A级高手 比破坏力 所以 八人想要联手诛杀A级 那么他们最需要做的 就是保存性命 用以柔克刚的方式 不断消磨A级高手的战斗力 一点一点地 将战斗一直蚕食 老九只感觉 自己浑身上下 都陷入了一块海绵里 根本无法发力 怎么出手 都觉得不自在 仅仅在双方接触的 十秒之内 老九身上 便挨了三拳四脚 如迫不大一般 倒飞了回来 李长青动了 他必须接下 那四人后续的追杀 不然老九命 就没了 老九心中有愧 自己的职责是保护别人 最终却反倒 要别人来保护自己 而且 李长青为了救他 还将自己暴露在 建筑的阴影之外 狙击手的视野之下 老板小心狙击手 老九吼道 吼完 他嘴里又喷出一口鲜血来 狙击子弹阴声而至 按出六名狙击手 有三人同时射击 只不过全都落空 其中一枚 擦着李长青的肩膀而过 将他皮夹克的袖子 打出了一道胶痕 李长青心中叹息 他只能凭借自己 高速移动的身形 尽量躲避狙击手的弹道了 没有别的办法 但问题是 那八人联手的技巧 就像是石墨一样 要把他卷进墨盘里 动弹不得 八人处在八个角度 不论他想要攻击 其中任何一个人 都有人会从相反的方向出手 逼迫他放弃进攻 保护自身要害 只有站在这八人之间 才能切身感受到 这八名基因战士的组合剂 有多么恶心 超凡者功高防低 饶势李长青 受上几下要害攻击 也一样扛不住 这八人心有死志 只要李长青敢拼死换命 那么他们死掉三四个人的同时 也一定能把他留在这里 就像是你身上咬了一只寄生虫 可你还偏偏没法 将他硬生生撕扯下来 因为那样会让他的口气 留在皮肤之下 伤口的疼痛不重要 但那留在皮肤下的口气 会让你感染 生病 最终死亡 不对 李长青此刻分明感受到 这八名基因战士里 分明还藏着一名 A级修行者 这才是对方最大的杀手锏 八人虽然默契 但这古怪的战阵 也要有阵眼才行 不然这战阵 怎么会如此坚韧 锋利 致命 对方就藏在这八人之中 等着李长青 准备鱼死网破的时候 迸发致命一击 此时 李长青身上 还穿着朋克发十足的皮夹克 还戴着短短的假发 那是为了让沁尘 带自己偷偷溜出去 玩石换的装束 现在想来 这衣服还没派上用场 就被狙击枪打破了一个洞 以后也没法穿了 也不知道那少年现在干嘛呢 会不会有一点点难过 刹那间 神代家族的八名基因战士 突然合力 瞬间缩小了围猎李长青的圈子 让他难以腾膜 如果狙击手要杀李长青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可是 预想中的画面没有出现 也没有枪声响起 只有远处六百米的新垒大厦上 一面玻璃突然破碎了 轰鸣声也随之滚荡而来 狙击手 但不是神代的狙击手 刚刚那玻璃破碎处 赫然便是李长青早些设置的狙击点 也是神代同屋的狙击手 取而代之的地方 所有人都愣住了 谁也没想到 春蕾大厦的对面 还有其他狙击手 李氏内鬼也从未提解 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李长青身边的 一位B级精英战士身上 骤然爆开血污 玻璃的碎片坠落 从高空中 穿过五彩斑斓的霓虹 长街上 精英战士爆开的血污 众人惊恶的眼神 一切都是那么的戏剧性 这一枪 瞬间打破了八人联手的平衡 神代同屋站在阴影里 皱眉回头 他看向身后 狙击手在那里 在春蕾大厦对面 距离这里最近的制高点 已经是2000米开外的 金茂大厦了 只有那里的楼顶高度与角度 才足够俯瞰这里的一切 此时 金茂大厦 长街战场 春蕾大厦 三点一线 而长街战场 就在双方的狙击手之间 可是 如果狙击手 是在金茂大厦上面的话 那就意味着 对方刚刚那狙杀春蕾大厦杀手的一枪 狙击子弹 需要横跨2600米的距离 从长街之上穿过 又飞去春蕾大厦 谁能做到这一点 神代同屋 一时间也想不到答案 第323章 盛大的毕业典礼 狙击手在选择狙击点的时候 首要原则 是自身安全 次要原则是 精准射程 这个射程 是每个人的能力大小 并不会像电影里那样 一味地追求超远距离炫技 毕竟战争与战斗最重要的还是杀伤目标 所以 李长青在命令特勤组选择战斗地点的时候 每个狙击手选择的位置 都是距离长街有600米左右的地方 这是正常狙击手的精准设计 虽然弹道受世界影响 还是会有些微偏差 但问题不大 这是狙击手们的常识与共识 然而就是这个时候 突然有这么一位狙击手 毫不讲道理地将狙击点 设置在距离战场2000米之外 却依然能精准地命中战场目标 不仅如此 还能跨越2600米距离 解决掉敌方的狙击手 这就太恐怖了 也太颠覆常识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对于沁尘来说 超过400米以上的射击距离 就不再有什么区别 全在绝对枪杆的范围之内 而且 沁尘用精准的两枪告诉所有人 只是你们做不到 但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一枪还能是巧合 但两枪全都命中 那就绝对不是巧合 神代同屋庆幸自己始终站在阴影里 防备着李长青还有其他后手 按理说 他们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了 没道理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天时 李氏全力交替之际 李氏常驻18号 城市的081位数旅 被全部调往半山庄园 地理 这个战场符合神代同屋的预想 李长青也确实被压制得 无法发挥实力 人和 李氏内鬼 几乎将李长青的所有计划 全都合盘拖出 明明已经是完美的计划了 为什么还会出现意外 还活着的狙击手 解决掉他 神代同屋在通讯频道里冷声说道 长官 解决不了 一名狙击手回答 我们剩下五人 虽然位置有所不同 但距离他最少都有2400米 这种情况下 想要击杀他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能做到 神代同屋蕴含着怒意 他无法接受 自己如此费尽心机的计划一切 还将要失败的感觉 就像是对他过去31年 人生的嘲讽 全联邦 有几个人能做到2600米距离命中目标 神代同屋问道 长官 不超过三个 而且 就算他们有2600米命中目标的记录 也很大成分是运气所致 并且最少开了三枪才命中的 一名狙击手回答 狙击枪是有特种夜光弹的 一枚夜光弹打出去 哪怕在傍晚 也会亮得像是一块烙铁式的 飞向目标附近 这种夜光弹的作用 就是以可视的轨迹 给狙击手修正弹道 让狙击手知道自己与目标偏差了多远 好做出调整 所以 狙击手所说 三枪以上命中 前面这几枪都是要先有个修正弹道的过程 但沁尘省略了这个过程 神代同屋说道 这个狙击手根本没有修正弹道 两枪都是精准命中 联邦里还有谁能做到 没有 狙击手迟疑了片刻回答 长官 我们真的不知道 有谁能做到这一点 刚刚我们几个没有开枪 所以这个狙击手 现在找不到我们 他也在等 如果我们现在开枪 可能会死 此时 长街战场里 李长青与那七名高手缠斗在一起 少了一名B级基因战士之后 战阵的变化明显也少了许多 防守不再像先前那般密不透风 李长青行走与藤罗的余地 也明显宽松了许多 人群之中的李长青轻弱犹龙 上下翻飞 那伸手一开一盒间 纤细云衬身姿 却极具杀伤力 令人惊艳 只不过 他还无法判断出 这七人里 到底哪个是A级 所以一直无法全力以赴 要留有余地 给自己保命 他需要时间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找到那个阵眼 那时候才是绝地反击的时刻 战场之外 神代同屋站在阴影中 看向李长青笑道 长青老板果然厉害 饶恕我做足了准备 你依然还有底牌 请问 这位狙击手 您是从哪里找来的 以前为何没有听说过 李长青并未说话 因为他的气息不能乱 神代同屋笑道 长青老板修行的 还真是正统修行之法 战斗中不能说话 打乱自己的呼吸术 对吗 我只想知道 这么一位被其他狙击手 失落神明的人 您到底 是从哪里找来的 事实上 李长青也不知道 他也曾想培养出 最顶尖的狙击手 专职负责暗杀 可只有真的去培养过 才能明白 这种人不是光靠子弹 就能喂出 2600米射程的 这需要独一无二的天赋 一千人 一个亿里 也未必能出这么一个 李长青也不知道 这样一位狙击手 为何会来参与财团之间 暗流涌动的战争 他这些年 一直在致力于 间谍之间的战争 去完七号城市去一号 一号城市的事情 摆平了 又回到十八号城市 这个女人 好像从来没有正式休息过 一直在用工作 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还要兼顾修行 所以 李长青并没有什么朋友 也不知道 谁会在这个时候出手救他 不对 他是有一个朋友的 李长青默然想到 而且那个朋友 确实有绝对强感 可是 拥有绝对强感的人很多 那位朋友 也只是在四百米内近距离射击时 才有效 之前他还专门去看 对方训练狙击枪来着 但事实证明 对方从未使用过狙击枪啊 但不知道为什么 李长青总有一种直觉 一定是那个少年 除了他 不会再有其他人 就算那少年曾表现的 从未摸过狙击枪似的 但这个可以言 就在此时 两千米外的狙击手 再次开枪了 那孤身一人 掌握战场权柄的狙击手 很有耐心 他不知道等待了多久 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却见子弹横贯长空 以优雅的抛物线 重重击打在李长青身边 一名B级基因战士身上 李长青离得很近 他甚至能听到砰的一声 那是硕大的子弹 与人体接触的声响 磅礴的力 一下子贯穿了 基因战士的合金仿生皮肤 不得不说 神代同武准备得非常充分 李长青分明发现 这些B级基因战士 竟是浑身上下 都植入了合金仿生皮肤 神代想要打造这么一个杀手 怕是要花费数千万才行 八个人全都植入 这笔花费绝对是天价 这是神代内部最精锐的杀手 可是 合金仿生皮肤再坚韧 也不可能超越 轻型步兵战车的装甲 而反器材狙击步枪 搭配乌星穿甲弹 本是用来打步兵战车的 尤其是以德服人 比寻常反器材狙击步枪 更加恐怖 一时间 李长青身边的基因战士 只剩下六名 压力再次骤减 他开始筹划反杀 老九已经重伤昏迷 小英根本没有参与战场的能力 可就是这一瞬间 李长青突然不在 刻意规避弹道了 明明神代家族 还有五名狙击手躲在暗处 他却觉得无所畏惧 明明他只孤身一人 与六人在长街中厮杀 却并不觉得孤单 那是一种莫名的信任 他相信 这位远在两千米以外的朋友 一定不会让他失望 神代同吴皱着眉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计划却在一点点走向失败 如果继续拖延下去 别说李长青那惊人的战力值 慢慢发挥出来 到时候 081位数旅反应过来 他们所有人都要葬身于此 解决掉那个狙击手 不惜一切地解决他 神代同吴在通讯频道里说到 平日里不是自诩枪法精准吗 你们有五个人 他只有一个人 想杀了你们所有人需要时间 这就给了你们修正弹道的机会 长官 我们是四支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 只有神代长川少校 带着一支12.7毫米的反气 才狙击步枪 7.62毫米的狙击步枪 与他相隔2400米 除非打进眼眶 不然根本不可能杀了他 一名狙击手说道 对方用的是什么口径 神代同吴问道 听起来很接近12.7毫米口径反气 才狙击步枪 但声音又有很多不同 长官 寻常反气才狙击步枪 或许能隔着2000米 打伤浑身都是合金仿生皮肤的B级高手 但绝对不至于打出贯穿伤 动能在1600米的时候 就应该开始快速衰减了 可是对方的狙击枪不一样 刚刚那一枪 分明把B级基因战士给打穿了 这就是说 那没穿甲弹 其实是隔着2000米 打穿了两层合金仿生皮肤 这哪是狙击步枪啊 这分明是反气才狙击炮 神代同吴问道 神代长川 你最远射击记录是多少 神代长川犹豫了一下回答 1721米 四枪修正弹道 第五枪命中 神代同吴冷声说道 现在是你突破自我 为家族奉献的时刻了 神代长川回应道 明白了 其他四人不间断掩护射击 神代同吴冷俊道 给神代长川争取时间 争取一个修正弹道的时间 杀了他 狙击手们沉默了 所谓不间断掩护射击 就是让他们一动不动地 给那位狙击手当靶子 用他们的生命 给神代长川 争取修正弹道的时间 但他们是士兵 服从命令便是天职 所以明知这是送死 也必须执行 这一刻他们很清楚 神代同吴 未必寄希望于他们 毕竟傻子都知道 他们不可能打中 神代长川能打中最好 就算打不中 他们也未必全然失败 因为 只要他们开枪 狙击手的注意力 就会转移到他们身上来 这就给长街中 围杀李长青的高手 争取了时间 十秒 神代同吴 只需要这些狙击手 给他争取十秒钟 到时候 隐藏在人群里的A级高手 便可以心无旁骛地 全力出手 神代同吴 不想再等了 这次 很多狙击手都会死 神代同吴 在通讯频道中 平静说道 家族会记得你们的功绩 神社里的石碑上 也会添上各位的名字 玉碎 玉碎是神代家族 发动自杀式 袭击前的最后动员 所有狙击手心存死至 此时此刻 庆辰平静地 趴在经贸大厦 121层高空露台上 他的眼睛 已经离开了瞄准镜 在广袤的视野里 搜寻着神代家族 剩余的狙击手 下一秒 远处春累大厦的 130层位置 有火光瞬间迸发 那是没有装在 消炎器的狙击枪开火了 隔壁长林大厦的 129层 121层 也有 几乎是同一时间 神代家族的 剩余四名狙击手 一枪接一枪的扣动扳机 经贸大厦的玻璃面 墙壁相继破碎 在夜色中 发出清脆的声响 在这混乱中 神代长川扣动了扳机 他竟是直接使用夜光弹 那红色烙铁般的子弹 笔直地斜斜射向夜空 然后以抛物线 坠落在沁尘左侧三米处 三米 误差只有三米 一名狙击手 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不需要四枪修整 我感觉长川少校 最多在用两枪 就能打中他 对于狙击手来说 两千米的射距 误差三米 已经很小很小了 这时 一名狙击手 通过光学瞄准 进朝经贸大厦看去 他只觉得 那位神枪手的身形 都为动弹分毫 似乎一点也不担心 他们的射击一样 狙击手心中 忽然生起一股自卑的情绪 他们甚至都无法 让那位神枪手 产生丝毫的担忧 就仿佛他们不配 被对方看作平等的对手一般 庆尘面无表情地 将视野重新一回瞄准尽力 只是用呼吸时起伏的身体 稍微带动枪声后 便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刚刚对面开枪的一瞬 他便记住了 每一个狙击手的位置 一枪 两枪 三枪 四枪 五枪 没有丝毫停顿 庆尘身体里的每一条肌肉 都服务于他的意志 他不需要去刻意地计算弹道 那神秘世界的一切枯燥练习与努力 在这一刹那间 都化作战场中注定的结果 还有五个人的命运 这是时间给他的答案 庆尘前几天 就在以德夫人的神秘世界里毕业了 但是他一直缺少一场 盛大而又璀璨的毕业典礼 没有同学喝彩 也没有校长为他戴上学位之帽 庆尘也不需要 一名狙击手的毕业典礼 注定是孤独的 冷酷的 决绝的 他只需要在舞台之外 学会享受这一时刻 然后等待子弹穿越时空 结束命运 别人的命运 那位神代常穿的第一枪 距离庆尘只有三米 但是这三米 是他用一生也无法抹平的差距 时间好像过去了很久 也好像只过了一瞬 庆尘的视野里 五枚子弹 依次击穿五名狙击手的瞄准镜 纵横2300米以上的距离 精准打入他们的头颅 呼 庆尘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只有到了这时 一名狙击手 才算是真正的毕业了 神代同屋这边 等到自家狙击手开枪 便准备给A级高手传递信号 准备以更大的代价 来迅速解决战斗 不过是牺牲三四名B级高手 换取李长青一命 B级高手虽然稀缺 但神代换得起 联邦内的超凡者高手 以B级为分水岭 B级以下 都是可以用基因药剂流水线生产的 虽然数量少 但总还会有新的诞生 只是 让神代同屋惊诧的是 他还没来得及 把只是传递出去 狙击手之间的战斗 便已经结束了 死了 所有狙击手 几乎是同一时间被人爆头 神代长川也一样 这位神代家族的神枪手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神代同屋自以为 这些狙击手 能给他争取足够的时间 结果却什么都能没争取到 这真的是世界上 真实存在的狙击手吗 不用思索 就扣动扳机 然后武枪命中 这完全是一场 实力不对等的碾压 没人知道 庆辰其实是 专门挑选的经贸大厦 因为任何一个狙击手 想要解决它 都必须跨越 最少2300米的距离 这种狙击点的选择 就像是欺负人一样 成年人与小孩子打架 成年人捏住了小孩子的脸 而小孩子的胳膊太短 甚至都无法触及到 成年人的身体 这场狙击手之间的战斗 用这个比喻 再形象不过 2600米之内 不管是多少距离 对于庆辰来说 都是一样的 然而对其他狙击手来说 这2300米 就是无法逾越的红沟天芡 长街之内 武枪轰鸣声 还滚荡在苍穹之上 李长青的嘴角 听在敌人耳中 犹如催人心魄的枪声 听在他耳朵里 却像是一声声 遥远却温暖的问候 趁着基因战士们 心神晃动的瞬间 李长青骤然出手 却见他袖中 飞出一枚青玉色的小小箭矢 闪电般割下了一名 B级基因战士的双眼 站在长街阴影里的 神代同吴 惊诧莫名 你身为李氏财团的人 竟然还是 胡视情报机构的李氏 你已经开始酝养箭矢了 早先李长青 一直留着这个杀手锏 便是等待最关键的一刻 如今箭矢出城 还破不开敌人的 合金仿生皮肤 如果被人打碎了这箭矢 他自身也要遭到反噬重创 原本 李长青以为 自己用不上这箭矢了 却没想到 沁尘为他制造了 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 第324章 响指还有消失的地板 3000米外的楼顶上 三月拢了拢 自己被风吹乱的披风 风太大了 以至于他肩上的乌鸦 都有点站不稳了 只能死死地抓住压麻布料 让自己不被吹歪 三月继续说道 这么大的风 2600米内弹无虚发 这种狙击手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禁忌裁判所 恐怕要有得忙了 言下之意 会有很多超凡者死在狙击枪下 李东泽听到这话 忽然问道 你不会想收容他吧 三月平静地看了他一眼 禁忌裁判所有自己的原则 我们只收容将老死 以死的超凡者 这个原则 是什么时候盯的 李东泽问道 不知道是从哪一代 三月说道 我觉得这个原则挺好 可以很好地界定 我们到底要收容什么 不能收容什么 如果没有这个原则 那么禁忌裁判所 可以随心所欲地收容任何超凡者 你抢我资源 我可以假装正义地收容你 你夺我名利 我也可以假装正义地收容你 禁忌裁判所为人类存续 抑制禁忌之地生长速度而存在 乌鸦们也心存信念 做着对我们而言正确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个原则 那么禁忌裁判所 就会被世俗的名利沾染 每一位乌鸦的信仰 也就不那么纯粹了 世人都将禁忌裁判所成员 称为乌鸦 而他们自己 也索性接受了这个称谓 在禁忌裁判所中 有着非常严格的判定收容条件 老死之人 必须由某个禁忌物给出决断 然后接受禁忌裁判所的监视居住 等待自然死亡 所以其实乌鸦们收容的 严格来说都是已死之人 也正是如此 战场上才会出现两边打仗 禁忌裁判所在其间行走 却不受攻击的奇怪景象 因为乌鸦们有乌鸦们的原则 事实上 如果没有禁忌裁判所的话 可能包括18号城市 1号城市 7号城市在内的十多座城市 早就变成了一座座禁忌之地 三月看向李东泽 看你反应 我总觉得 你可能认识这位狙击手 不认识 李东泽摇摇头 明白了 你在我面前 还是不太会说谎 跟以前一样 放心我会保密的 禁忌裁判所的秘密太多了 也不差保守这一个 三月淡然说道 所以 是一个你需要保护身份的人 是歧视的下一代继承者吗 我都说了不认识 李东泽挑了挑眉吗 然后从怀里 掏出自己的怀表 不用想办法转移话题了 明天有雨 三月说着 又看向金帽大厦方向 没有再提庆城的身份之时 狙击手终究还是有上限的 那些B级基因战士 没有狙击手的庇护 应该会学着李长青之前 所做的那样 不停地规避弹道 这种情况下 想要打中他们 只要打中两千米距离 子弹需要两秒才到 就算再精于计算的人 也无法判断一个B级高手 两秒后在哪 之前 神代家族的狙击手 之所以能开枪 是因为八名高手 将李长青的行动 局限在很小的范围里 他们有着一套 很默契的配合方式 但李长青只有一个人 他没法锁定战圈 正如三月所说 庆城在杀死所有狙击手之后 便将枪孔描向战场 他试图继续拘杀B级基因战士 但此时所有B级基因战士 都开始规避弹道 高速移动着 他们不停地变换着方位 哪怕这样做 会错失攻击李长青的机会 庆城想要在 不误伤李长青的情况下 击中他们 几乎成为了不可能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狙击手这时候会很尴尬 他选的距离 确实对自己有很大优势 他打得到别人 别人打不到他 但距离太远了 就会导致弹道太过漫长 李东泽平静分析道 我哪知道 我又没当过狙击手 三月一边给肩膀上的 六眼乌鸦 吕顺羽毛 一边回答 只是这时 庆城没有在 对准战场里面开枪 而是静止将枪口抬起 仿佛要狙击天上的星辰 他机械般地 一下又一下扣动扳机 任由子弹飞去未知的高空 三月看到这一幕 叹息道 不仅射击精准 而且还聪明 这一次 足以让李长青翻盘了 一名狙击手在战场里 未必要枪枪命中 才算是威胁 他只需要让敌人知道自己还在 本身便是一种威胁了 战场里的所有人 根本没法确定自己 是不是下一秒被瞄准的对象 只能不停地高速移动 错失一次又一次地搏杀时机 那狙击枪声 像是悬在每一个敌人头上的 达莫里斯之剑 谁也不知道他 什么时候会落下 而三月之所以用叹息的语气 说出这句话 是因为他知道 会有更多的超凡者 死在这位狙击手手里 以后 小乌鸦们要加班了 长街战场里 基因战士们已经折损三名 所有人都在小心 提防着李长青的箭矢 但那轻易箭矢 自从回到他袖子里后 便再也没有使用过 李长青知道 那位隐藏的A级高手 此时应该在等着摧毁他的箭矢 狙击枪声还在轰鸣 却没有一枚子弹来到长街 所有基因战士 都感受着无形的压迫感 面对李长青时 越来越拘束 所以 明明是神代在实力与人数上 占尽优势 但看起来 反倒像是李长青 在压着所有人打 这就是狙击手在战场的权柄 没人可以忽视 此时 神代家族的高手 只剩下五名 却见李长青的身形 突然柔韧起来 两只手掌游走之间 每一弹指的时间 都像是在画一个优雅的圆 那是李长青 自幼学习的八卦掌法 此时因为敌人阵法 再也不能成形 于是也有了用武之地 那狙击枪轰鸣的声音 仿佛是奇妙的古典 让李长青战斗得酣畅淋漓 按照狙击手的原则 其实他应该 在杀掉其他狙击手后 就转移阵地的 三月说道 他和李长青关系很好吗 竟然宁愿违背狙击手的原则 也要在这里 帮忙压住战场上敌人的气势 我不认识他 李东泽说道 如果再不走 他会有麻烦的 三月说道 说着 三月转身朝楼下走去 你去哪 李东泽问道 三月想了想 剩下的战斗 不需要再看了 听说楼下 有个不错的小酒吧 可以点一杯鸡尾酒喝掉 然后去收容神代家族 超凡者遗体 说不定还要给歧视的 继承者收尸 似乎在三月看来 结局已经注定 三月看向李东泽 不来喝一杯吗 可李东泽转身走得 比三月更快 不用了 我还有其他事情 去救人 三月好奇道 不来喝一杯吗 不喝了 楼下酒吧的酒 都是从我那里进货的 李东泽说道 三月脸上少见地 出现了恶然神色 此时此刻 庆尘一边扣动扳机 一边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他自己也很清楚 狙击手原则是什么 既然完成了任务 干掉了对方的狙击手 那就应该尽快离开才对 神代家族 在十八号城市里的杀手很多 多到可以同时对付 他和李长青两人 一个静止不动的狙击手 一定会被人找上门来 可是他也知道 李长青那边 依旧有很大的压力 他还不能放手 刹那间 之前昏迷的老酒 不知何时已经苏醒 他躺在地上 眯眼观察了半天 终于找准时机重新起身 用身体撞向其中一人 不要命式地 帮李长青减轻了压力 老酒身上有伤 所以战斗力大减 他只能艰难地抱住 那个被他撞倒的精英战士 死活都不松手 任由着对方 一拳又一拳地击中他泪下 原本要改名老十六的老酒 这一战之后 怕是要变成老十九了 这一拳又一拳的伤害 未必就比枪械小 却见李长青袖中的剑矢在线 奔雷似的 刺入那名被老十九 锁住的精英战士眼眶 看到这里 庆辰果断地收枪走人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他戴上卫衣的兜帽 从经贸大厦的安全通道处 向下走去 这经贸大厦的店员 不知何时被人切断了 整栋大楼都会暗了下来 庆辰他刚刚走进安全通道时 那昏暗的楼梯里 便有人影扑来 他下意识将双臂挡在自己面前 浑身上下肌肉 同时紧绷起来 电光火石之间 庆辰必无可避之下 竟是选择用B骨 硬生生接住了 这位不速之客的一脚正灯 少年整个人就像是一个沙包 从安全通道门口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了楼梯间的墙壁上 好快 来的人竟然是一个B级基因战士 庆辰是D级巅峰 在这位B级基因战士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浑身的骨骼 都像是散架了似的 五脏六腑内 出现了钻心的疼痛 一口鲜血喷出 他疼得几乎要晕厥 你就是那个狙击手吧 B级基因战士平静问道 庆辰认出了这个声音 王炳虚 曾经为秋兽队伍 保驾护航的王炳虚 狙击枪虽然厉害 可只有这一刻 庆辰才清楚意识到 自己与真正高手之间的差距 果然 还是要认真修行 好在庆辰此时 仍就是Z的模样 对方并没有认出他来 王炳虚从安全通道里走了出来 可是就在庆辰可血的刹那 王炳虚竟看到对方手里 突然凭空出现了一杆巨大的黑色狙击枪 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仓促之下 王炳虚转身想要避开弹道 可他与庆辰的距离太近了 根本没想到 对方会凭空变出一杆狙击枪来 轰然声中 王炳虚躲避不及 他的左臂 竟是被这一枪打得棋根断掉 庆辰心中叹息 面对这种级别的高手 只要对方有防备 自己竟是当面近距离开枪 都无法打出致命效果 王炳虚心中的疼痛与愤怒燃烧起来 他如猎豹般闪动着身形 一脚踹向沁尘的头颅 硬要将这头颅给牵进墙壁里去 沁尘转动枪口 想要跟上王炳虚晃动的身形 却发现对方比他快了太多 危险 绝境 一个响止声 从安全通道里传来 还有人轻声说着 多喝了两杯茶 差点就来晚了 经贸大厦里的时间 在这一刻 仿佛 是真的缓慢下来了 楼梯间里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身影 从容得拾劲而上 对方上楼梯的动作很悠闲 但来的速度却很快 王炳虚踹出的脚 像是电影画面 一针一针慢放似的 缓慢靠近着沁尘的头颅 而那戴着鸭舌帽的身影 伴随着轻微的咳嗽声 从王炳虚身边走过 只见他手指轻 轻从王炳虚脖颈尖抹过 宛如蜻蜓点水般的轻盈与优雅 然后 那身影微微将王炳虚 踹向沁尘的腿 抬高了十公分 又一个响指 时间的流速 骤然恢复正常 粘稠的时间 犹如泥沼 而此时的时间 在响指之后 忽然如水库泻洪般 突然开始倾泻 王炳虚脖颈尖 骤然喷出巨量的鲜血 他踹向沁尘的那一脚 也堪堪 从沁尘头顶掠过 踹在了空空如也的墙壁上 墙壁碎裂 大片的灰尘 将沁尘搞得灰头土脸 但王炳虚比他惨 这位B级基因战士 甚至都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因颈动脉破裂而死 沁尘借着昏暗的光线 震惊地看着面前 这位熟悉的身形 影子先生 沁尸影子蹲在沁尘面前 用自己中指 食指的指节 轻轻敲着沁尘的脸蛋 发出了咚咚的声响 仿佛敲在了木头上 然后 沁尸影子又看向沁尘的手腕 却见他抓起沁尘的手腕 认真端向着提线木偶 骑士组织 竟然会把提线木偶传承给你 看来现在的骑士组织 杀意很浓啊 连这种沉风的禁忌物都启用了 沁尘面对这位 沁尸影子的时候 总感觉很无力 对方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又什么都不在乎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这种存在 如果你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就无法做出有效的针对 还有禁忌物A-S-005 李淑彤这位师傅很舍得呀 连禁忌物A-S-005也给你了 沁尸影子继续叹息道 看来 我是不是真该去给你找个禁忌物 才能把你的人心给收满回来 沁尘想了想说道 倒也不是不行 嘿嘿 没想到我会来救你吧 沁尸影子咳嗽着说道 五脏六腑错位 看来你得休养几天了 骨骼 咦 你的骨骼竟然没事 沁尸影子捏了捏他的臂骨 却发现 原本应该断掉的骨头 竟是连骨裂都没有 这时沁尘也发觉了 虽然那不是对方的权力一角 但也足够恐怖 若放以前 碧骨恐怕早就碎了 但现在 吃过九条龙鱼的他 骨头跟没事似的 只是有一些轻微的酸胀 这九条龙鱼的功效 竟比想象中还凶猛 难怪自己师父李淑童 也要去龙湖偷鱼 但是 更令沁尘惊义的是 这位影子先生的能力 此时 沁尸影子的面目 笼罩在鸭舌帽下的阴影里 走廊本就昏暗 这下子 沁尘更是什么都看不清了 行了 你现在安全了 沁尸影子笑道 准备离开吧 不然还得 说话间 他笑容慢慢收敛 因为沁尘竟然晕了过去 算了 帮人帮到底吧 沁尸影子挥手间 撑开一片暗影之门 却见他拎着沁尘后背的衣服 轻轻松松地走了进去 暗影之门的 彼岸市洛神大厦132层 沁尘的住处 沁尸影子把沁尘往沙发上一丢 便再次撑开一扇暗影之门 不知道去了哪里 没过一会儿 沁尸影子回来了 这一次 他带回了王炳旭的尸体 丢在了沁尘家客厅地板上 沁尸影子又走了 五分钟之后再回来 手上还拎着两名 B级基因战士的尸体 像是从长街上偷回来似的 他看着地上的三具尸体 然后对昏迷着的沁尘说道 禁忌物比较难找 但给你先找点祭品并不难 那个A级一时半会儿 还死不了 我再等等看 或者 李长青杀不掉他的话 我就亲自出手玩玩 但好像有点冒险 这位沁尸影子 似乎也并不在意 沁尘是否能听到他说话 就这么自顾自地说着 经贸大厦里 李东泽正坐着电梯 快速攀升着来到130层 他缓缓走着 查看着周遭的环境 此时 经贸大厦的备用电源已经启动 李东泽发现了安全通道外的战场 只是那里的沁尘与王炳旭 都已经消失不见 只余下碎裂的墙壁 还有地上的血迹 李东泽冷着面孔 他终究还是来晚了 只是 他判断沁尘应该没死 因为按照战斗痕迹来看 岛撞上墙壁的应该是沁尘 而对面那一大滩血迹 应该是偷袭沁尘之人留下的 看出泄量 必然是大动脉破裂 才能形成的喷溅痕迹 敌人死了 那沁尘应该还活着 是有人救了沁尘 还是沁尘完成了自救 李东泽无法确定 他看向墙壁附近 那里也有一小滩血迹 李东泽判断 那地板上的血迹 应该是沁尘内脏受伤后咳出来的 想到这里 他为了不让别人收集到沁尘的DNA信息 竟是出手将一整块地板全都撬了起来 扛着走下楼去 第325章 消失的沁尘 长街之中 李长青几乎历劫 边厮杀边向后退去 此时 围攻他的神代家族高手 已经从八人变成了两人 很多人对八卦掌有一种误解 就是 这种拳法 是以柔克刚的 但实际上 八卦掌路子吉野 几乎招招都工人要害 横趟上三路 下三路 如番花飞叶般 轻盈又致命 表世界国术对练 大多数最终都打成了王八拳 谁胳膊伦的劲儿大 谁就能赢 然而 那是对练者自身力量 速度 反映神经 都无法与招式匹配的情况 如今这八卦掌 在A级的李长青 手里使出 已经是另一番模样 或许这才是八卦掌本身的风采 胡适情报机构 是一个中立的情报组织 而他们之所以能在财团的夹缝中生存 靠的便是正统的修行之法 只是 没人能想到 李氏成员李长青 竟然也能成为 胡适情报机构的李氏 下一刻 一名B级基因战士 看出李长青已经历劫 朝他凶狠追杀而来 李长青往长街镜头跑去 却在对方即将靠近的刹那 骤然回头 只见他白袭的双手 如穿线缝似的 从那B级基因战士双臂之间穿过 硬生生如捧花般 双掌顶在基因战士的下颌骨上 以寸镜将对方给打飞出去 那B级基因战士冲撞之力 与这双掌一顶之力相合 他竟是听到了 自己颈鼓断裂的声响 人在空中还未落地 就已经死了 夜底藏花 那原本想要趁虚而入的 神代家族A级高手 看到这干脆利落的绝境反杀 竟是一时间犹豫了 不敢上前 他担心 李长青那疲惫的神色 是一种伪装 长街上空的枪声 不知道何时停止了 李长青疲惫地 站在长街上回头看去 神代同屋的踪迹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并不意外 因为这本身就是 神代家族设置好的陷阱 对方提前计划好逃离路线 也在预料之中 不过 神代同屋就算回到家族 也要受到极重的惩罚 如果对方今天晚上 真的杀了李长青 那么内战将爆发的时刻 李氏情报系统林郑焕 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甚至可能导致 整个情报系统停板 但既然对方没能杀掉李长青 那么所有损失 都需要神代同屋 这个执行者来承担 李长青又看向 两千米外的经贸大厦 他在思索着 那位狙击手是自己离开了 还是遇到了危险 他很清楚一点 其实对方解决完 所有神代家族 狙击手之后 就可以离开的 作为一名狙击手 做到这些便已经足够了 但是对方没有走 那一发发空枪 都是为了帮他压制敌人 可是 这样做 同样会让狙击手 自身陷入险境 王炳须不知何时失踪了 这位跟随他多年的B级高手 很有可能便是冲着 经贸大厦上狙击手去的 想到这里 李长青骤然转头 看向那名A级高手 你的老板跑了 只剩咱们两个 我允许你挑一种死法 只是 这话一出 那名A级高手并没有继续厮杀 而是转身朝远方逃逸离去 今晚这一战 李长青和那位神秘的狙击手 竟是把这位A级高手的 心理防线给杀溃了 老板 追他吗 我可以开车 一旁的小鹰说道 李长青摇了摇头 把老十九喊醒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A级没有那么容易死亡 神代家族花费了那么大的代价 用了七名B级基因战士 加一名A级高手 也没办法短时间内杀死李长青 更何况李长青只有一个人 熬战之后 他根本无力在追杀对方 八人对一人 神代家族的那名A级高手 体力保存的 要比李长青好了太多 如今 对方因为计算着 081位数率的增援僵致 所以才脱身而逃 如果李长青再贸然追击 恐怕反而会阴沟里翻船 但这并不是重点 李长青现在必须要去经贸大厦 他担心沁尘遇到危险 与这件事情相比 连追杀神代同武 与A级高手 都可以先放一放 此时 李长青先前戴着的假发 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黑色的皮加克 也因为高强度的战斗 破裂了许多处 他索性将皮加克外套脱掉 扔在地上 在寒冬腊月 只穿着一件黑色背心 也不觉得寒冷 这样的李长青 要比以往多了几分阴气 可嗨嗨嗨嗨 老十九再次醒了过来 他看向老十九 有没有诗 应该死不了 老十九咳嗽着说道 老板 别感冒了 我先往经贸大厦过去 有什么事情等会儿再说 李长青说完 便朝经贸大厦跑去 老十九急了 081位数里的顿位营 肯定快到了 您就在这里等待救援 是最好的选择 不行 我先去救人 你们在这里 老老实实等着 李长青说着话 便跑远了 老十九看着自家老板的背影 心说 还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可以让李长青放弃追杀神 带童吴 与那名A级高手 要知道 顿位营马上就到了 现在是搜捕 神代家族的最好时机 若是耽误一段时间 恐怕在想抓捕的时候 神代家族 在18号城市的主要人物 就已经想办法离境了 但是他知道 自家老板决定的事情 没有人能阻拦 李长青来到经贸大厦后 坐着电梯 直奔130层 他站在李东泽曾站过的地方 只需要一眼便能确认 那位救了自己的狙击手 确实遭遇了袭击 而且伤得很重 李长青在沁尘 以背部撞碎的墙壁对面 还找到了一颗狙击枪的弹孔 这么一对照 他便差不多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问题是 沁尘呢 地上的血迹 又是谁的 最让人疑惑的是 地上少的那块地板砖 又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战斗中 被人打碎了很正常 但一整块都消失了 一点也不正常 李长青带着疑惑 去查看了经贸大厦的监控 却发现 存储录像的硬盘 早已不知所踪 沁尘应该没死 有人救下了他 可是 谁救的呢 他带着疑惑回到长街 此时顿卫营已经赶到 正在对周围 进行快速搜索 李长青看向小英 你有没有事 没 没事 小英说道 我刚才就摇旗呐喊来着 也没人管我 我也不敢管别人 正常 李长青说道 树叶有专攻 以后你好好开车 就行了 注射剩下几针基因药剂之前 不用你参与战斗 今晚 小英虽然在战斗中 没有帮上忙 但对方 在摆脱困局时的那一甩尾 足以惊艳所有人 如果当时 他们被困在神代设置的 第一个伏击点 那就全完了 李长青对小英说道 我们的车还能开吗 虽然跟他们的越野车撞了 但咱们的车结实 引擎什么的都没事 小英说道 那就行 咱们现在回半山庄园 李长青说道 李长青说着 拎起重伤 无法动弹的老十九 将他丢进了后排 而他自己 则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不过 李长青忽然发觉有些异样 地上的几具 基因战士的尸体呢 怎么少了两个 小英在一旁哆嗦着回答 老板 刚才可吓人了 你正战斗呢 长街上忽然有一扇 暗影之门打开了 那黑区区 TU的门里 竟然伸出一只手来 拖着尸体的脚踝 所以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一刻 小英害怕极了 来自黑暗里的手 拖走了尸体 这是怎么想 怎么恐怖啊 李长青愣了一下 暗影之门 别吓自己了 这是禁忌物S008的作用 他知道 有这么一个禁忌物 历史上曾多次记载 禁忌物S008 其实是一条项链 他最早的时候 被一名普通人无意中捡到 那时候超凡者文明刚刚崛起 甚至还没有多少人知道 禁忌物到底是什么 后来 禁忌物S008的作用 被开发出来 这名普通人 因为被人妒忌 拥有禁忌物 而惨遭杀害 据说这东西 相继出现在盗墓者 小偷 杀手手中 现在却不知道被谁掌握着 李长青没有头绪 他也不知道 是谁偷走了战场里的尸体 只好不再去思索 他看向一片狼藉的长街 今晚之后 神代在18号城市里的根基 可以预见到 将被李长青连根拔起 神代如何得知他的行程 神代所驾驶的那些车辆来源 神代这些高手的居住地 资金来源 入境方式 这一切都将成为李长青的线索 18号城市是联邦双子星之一 这里汇聚了太多的势力与眼线 然而 从今晚开始 神代家族起码十年内 无法对这里造成什么影响 神代家族的损失 已经足够惨重 车辆快速离开战场 驶入半山庄园 李长青遇袭的事情 已经渐渐震惊了整个庄园 但他并没有去疏密处 只是将老十九先送去庄园里的医疗处后 便让小英开车去了秋叶别院 那小小的宅院门前 谢克牌还静静地挂着 李长青一把将门推开 壳里面空空荡荡的 什么人影也没有 狙击手早就离开战场了 他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 庆辰也早就再该回来了 除非对方受了重伤 需要躲起来休养生息 他拿出手机 却发现自己的手机 已经在战斗中被打得稀碎 你手机呢 李长青看向小英 小英递了过去 老板 我手机上没有 庆辰教习的电话号码 不用 李长青凭着记忆 输入了一连串数字 小英震惊了 这位长青老板 竟然把庆辰的号码 都给背下来了 什么鬼 现在就算是在表示间 也很少有人会闲着没事 去被电话号码了呀 一时间 白昼在他心里的形象 再次高大起来 只是 李长青拨出去电话之后 电话并未被接通 女人的脸上凝重起来 洛神大厦132层 庆室影子坐在餐桌旁边 看着庆辰的电话亮起 这大半夜的 谁闲着没事打电话 他压根没有理会电话的意思 甚至没去看 打电话过来的人是谁 屋子里一片漆黑 安安静静的 只有这位影子 正在给自己烧水的声音 不知道隔了多久 庆辰缓缩苏醒过来 他只觉得自己腹腔里 火辣辣的一片 动一下就疼 双臂 背脊 全都因为王炳虚那一脚 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庆辰正正地看着自家客厅里 那三具歪歪牛牛 躺在地上的尸体 这时 庆氏影子一边给自己 续上一杯茶 一边漫条思理地说道 用来给你献祭 提现木偶的祭品 啊 庆辰是真的没想到 对方竟然会去做这种事情 但他更关心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只有三具 屋内突然陷入沉默 隔了很久之后 庆氏影子才缓缓说道 我不跟你计较如此愚昧的问题 我是一个病人 救你一命 再帮你找来三具祭品 这时候 你第一时间应该说的是谢谢 而不是问我 剩下的在哪里 我没问剩下的在哪 庆辰认真说道 庆氏影子用手指敲了敲桌子说道 但你就是这个意思 庆辰问道 经贸大厦的店员 是您去弄断的吧 没错 庆氏影子点点头 您要不浪费时间去弄断店员 可能再早点过来 我就不用受这个伤了 庆辰坐在沙发上喘息着说道 我发现你对自己的救命恩人的要求 还真是挺多啊 庆氏影子叹息道 如果不去弄断店员 取走监控 那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我的身份 是联邦最大的谜题之一 一直困惑着成千上万人 甚至几万 几十万 这么有意思的谜题 怎么能因为救你这种小人物解开 继续困惑着他们 难道不是更有意思吗 为什么救我 庆辰问道 没有为什么 留你一命 才能让影子之争有趣起来 庆氏影子说道 不过 你下次对我说话 最好客气点 你知不知道 我寿命本来就没多久了 每次出手 都会让寿命缩短 这等于是在用我的命 换你的命 谢谢 庆辰认真说道 不论如何 不管对方想利用他做什么事情 救命之恩都是真的 说着 庆辰手腕一抖 便催使着提线木偶 将客厅里的三具尸体 全部献祭 虽然两人都是见惯了生死的 但尸体 摆放在客厅 总归有些碍眼 转瞬间 三具尸体全部化作飞灰 仅这一场战斗 便让提线木偶的第二根丝线 彻底成型 达到了50米的长度 不止如此 连第三根丝线 都生长出了20多米的长度 若不是这丝线 比头发还细很多 怕是庆辰手腕上都缠不下了 虽然没给你进祭物 但这祭品 也算是提线给点好处了 别再说 我什么都没给来啊 庆氏影子说道 庆辰心想 这位庆氏影子 倒是很会做生意 这五本买卖 做得简直飞气 庆氏影子 看向庆辰 我之前让你来我 庆氏秘蝶司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工作地点在哪呀 庆辰问道 十号城市 那里才是联邦的政治中心 庆氏影子说道 危险吗 庆辰好奇道 当秘蝶怎么可能不危险 庆氏影子说道 那我有什么好处 庆辰问道 只有那些没拥有过权力的人 才会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 允许你进入蜜蝶司 本身就是好处 庆氏影子叹息道 庆氏影子继续说道 庆氏蜜蝶司拥有专业渗透 暗杀 情报人员 线人不知道有多少 对外侦查敌情 控制舆论 对内监察所有庆氏成员 所控制的联邦集团军 所有军官 手持联邦中央情报局证件 当街杀人 都可以手持证件得到 PCE治安管理委员会的豁免 这个权力还不大 他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答应了 对方或许有一环套一环的计划等着他 到时候 恐怕就会被卷进全力的漩涡里 无法脱身了 随你吧 庆氏影子用淡然的语气问道 今晚你明明有机会杀掉庆文和庆忠的 为什么放过他们 你那么喜欢禁忌物 那就应该知道 这两人身上的禁忌物 加起来总共有三件 庆文原本有一件 庆衣送给他一件 庆忠身上也有一件 难道这么大的诱惑 还不足以让你动摇 杀人可以再等等 但救人如果不及时 以后就没机会了 庆臣说道 妇人之人 庆氏影子随口说道 不是妇人之人 如果连朋友遇到危险了都不救 那需要那么大的权力做什么 庆臣反问 事实上 今晚庆臣放弃的利益 是非常巨大的 不只是庆氏影子承诺的一条命 一个秘密 还有这两人身上的三件禁忌物 今晚 庆文和庆忠之间的争斗 是您安排的吗 庆臣问道 当然不是 我怎么会设计如此低级的扣子 庆氏影子说道 每次影子之争 都会有这种看起来很热门 实际上 却并不怎么聪明的候选者 或者是看起来很厉害 但实际上很冲动 很没脑子 很正常 是不准备的 然后我没有脑子 要不准备的